请收看 维新世界 天下一家亲 圣举族的强图 一万一心 何够死那终 同时怀疾 永远龙的战争 与我这世事不患 忘记转战亦有心 恒常全都全都全都全 各位贤士同修 善心大德 大家好 欢迎收看 天下一家亲 今天天下一家亲的节目 来到环球科技大学 观光餐饮旅馆系 真的就是以喜林环球为主题 带入课程核心 让更多有兴趣的学生 来加入餐馆系 并且也就是习的一技之长 为未来打造美好的前程 为大众服务来贡献出智慧 那我们今天请到了 我们的系主任丁一伦丁主任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果雕的重点 环球科技大学 观光餐饮旅馆系的果雕的课程 我们希望培养同学的就是 在餐饮的美学素养上面的养成 那它可以借由果雕的部分 可以运用在生活的艺术上面 甚至于在餐饮的摆盘 以及餐饮的杯式上面 甚至于说我们可以利用果雕的技术 让那个果雕的吉祥的 就是开花结果的那样的感觉 也可以运用在喜宴的布置上面 那因为我们选择都是西瓜 或者是相关的瓜果类 那它就会里面有很多的瓜果的籽 那也有那个瓜地绵延的那样的感觉 那样的吉祥的意思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 果雕的元素的课程 然后结合相关餐饮的课程 那可以结合刚刚所讲的 就是喜林环球 就是希望在环球科技大学的 光柬餐饮旅馆系 在学习课程有关于餐饮的部分 除了餐饮的服务的技术以外 也能够将生活的艺术美学 以及相关的烘焙课程 可以互相的做结合互相的辉议 是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了解整个果雕的课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一个喜宴的这样的一个 果雕的氛围的一个主题的布置 基本上我会在这样的一个设计里面 我还是会把所谓的层次 我们的一个层次 高矮的层次 把它做为一个设计 那像两侧 我会用这样的一个吊挂的方式 我希望是呈现的是一种双双对对的这样的一个含义 然后再来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主题的一个新人的设计 我会把它的一个新人的名字 雕在这样的一个刮果上面 还有搭配我们的一些当季的这样的一个水果 不同颜色的一个水果 然后来把它做刀工的这样的一个呈现 其实这些作品都是我在教学生 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婚宴里面的一种氛围的设计里面 是一种比较主题式的刀工的一个应用 对对对 就是大部分就是婚宴的一个主秀 就是会在这里呈现出来 再来就是我们的一个洗房的布置的话 我们就是会做比较小范围 或者是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型的这样的一个雕刻品 搭配这样的一个主台 我们会做一些比如说洗房的布置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小桌型的一个洗气的布置 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喜宴的场合里面 让这样的一个新人能够带来更多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洗气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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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